今夜的康熙有点小兴奋 老师终于下旨上位了 洪轩终于能有个好结局了 高兴的康熙觉得 在大脑极度兴奋的情况下就寝后 难免会辗转反侧 索性便将休息时间延后 看着贴身太监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康熙微微笑了笑 自己如今可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 奴才们生怕出点差错倒是可以理解的 八十五岁了呀 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换了好几波了 自己还真是高瘦 想当初谁能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如此好呢 上位之前自己可都中了几回疯了 至今用手写的字都七拐八扭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自己那蒙古儿戏的大作呢 要不是担心自己突然撒手后 儿子们闹成一团坏了大清的几眼 自己又怎么会选择上位呢 没想到啊 这个太上皇竟然一当就是十七年 期间看着老师折腾 要说自己的心不紧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总的来说 自己还真没有太过担心 老师什么都不好 但好在有一条 听得尽不同的意见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当初最终选了老师的原因之一 当然 自己当初也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 如果老师撑不起 那么就让老师过几天皇帝的夜 逼老师传位给洪萱 还好 老师虽然做事一贯出格 但是 倒还不是个祸国殃民的家伙 加之大清也的确需要老师这样的人 去闹一闹了 何苦让洪萱将坏名声也给担了呢 不过让自己没想到的是 老师闹是闹了 但名声竟然还不错 那些利益曾受到损害的人 每两年竟然都扭头对老师唱赞歌了 要说自己不欣慰 那肯定是假的 但是 在欣慰的同时 自己不由又开始操心了 老师可只比洪萱大十八岁也 瞧着老师的身子骨又挺好的 三十八岁才继位的老师 没准能干上个三四十年 洪萱怎么办 难道自己看中的 寄予厚望的人 最后都没有个好下场吗 因此 自己从那时起 便开始真的喜欢上 那个蒙古媳妇了 不错 有本事 能将老师拿捏住这么多年 希望能继续保持 当然 儿子嘛 就不用再生了 三胞胎是不可能继位的 如果老师再没天地 洪萱就算成了个老头子 才能登上大位 也总好过被老师贬摘 没想到 那蒙古女人竟然又生了 要生也行啊 再积再厉地再生个四胞胎也好啊 竟然只生了一个儿子出来 自己当时郁闷的呀 简直是无与伦比 对外还得冲人笑 苦啊 更可气的是 洪萱还乐呵呵的 整天带着德儿来唱春圆玩 他怎么就不拥有脑子呀 的确 别看洪萱激励 可一遇到他那帮兄弟 他就和蠢猪一样 那些新年 一下子就给全堵上了 而侥幸没堵上的那几个新年 也全拿来对付自己了 太可气了 真是太可气了 洪萱和自己过招 他还嫩了点 行了 你不是想让朕喜欢德儿吗 那朕就惯吧 势必要将德儿惯出个顽固来 在德儿五岁之前 洪萱一直没有插手 自己还以为洪萱 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自己被洪萱给利用了 虽然有点不高兴 但也没说什么 因为这才正常啊 可没想到 当德儿六岁后 洪萱就出手了 当自己乐呵呵地同意德儿 可以不去上书房后 洪萱竟然不带德儿来唱春缘了 这还不算 还不准德儿自己跑来 当自己派人去接德儿的时候 洪萱抢在德儿之前来了 铁青这脸好像自己欠了他一辈子的钱似的 搞清楚 是洪萱你欠真的好不好 人人都说洪萱有自己的风范 其实他只要一饭轴 那就是整个活脱脱的老实 这不又不讲究策略了 直接就开门见山的说 黄骂法 武帝这六年来 陪在你膝下的日子不少 你就没有生出一丝感情来 问的那叫一个赤裸裸呀 说出去都没人信 这是洪萱干的事 康熙有记得自己当初有多么浪费 自己怎么可能会对德儿没感情 就是养个猫啊养个狗啊 六年时间也会舍不得了呀 可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德儿吃喝不愁地玩了一生 有什么不好的 他和三胞胎可不一样啊 他要是双生子 自己也不会这么干呢 康熙还记得 洪萱当时说的 黄骂法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对我的好 我全记在心里 我就是贿赂到玉皇大帝那里去 也一定要下辈子再当你的孙儿 但是黄骂法 有些事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我不是二伯 黄阿玛也不是你 我们都会好好的 真的 看着眼神清澈的洪萱 康熙心想 若当初老二能有这么坦然 是不是事情就会不一样呢 几个儿子中 自己最喜欢的 亲注心血最多的 就是老二了 可惜 可惜呀 而老师 则是让自己最不以重 最头疼的 命运啊 就是那么的 让人难以捉摸 不过难以琢磨的命运 似乎只有老师 当初默男大喇嘛 看了半天老师的八字 最后竟然只吐出四个字 变换莫测 当初自己还是思索了良久的 就大喇嘛的话 分析了又分析 如今年岁更大了 也更通透了 其实谁的命运 不是变化莫测的呢 自己的命格扔出去 除了客父客母客妻客子 又有几人能看出 自己是九五之尊的贵民呢 登基一时 若一步走错 那还不是步步错吗 康熙不由想起 老四伙同墨北大喇嘛 闹得一场闹剧 摇摇头 改命 越亏他们想得出来 但一想起自己客子 康熙又不由得有些愤愤然 自己若真的那么客子 老师怎么还生龙活虎的 当初那帮不孝子 怎么能有那金气神 将自己给气得半死 想到这儿 康熙更郁闻了 老师对一干孩子 除了安安 其余的是想吼就吼 想骂就骂 连红靴都受过老师 许多莫名其妙的起床计 可是 老师的孩子 竟然没人去给老师添大度 尽是小事烦老师 老师还成天叹气 说生儿子除了能气自己 别无用处 康熙真恨了 这样就给气着了 真不知是自己的命太差 还是老师太不知福 而且康熙还认为 老师是典型的该气不气 不该气的狂气 譬如 弘历本来是秦始 跑到爪哇岛去度假的 结果半道上就跑到东营 这是明显的欺君呢 老师不气 笑呵呵地说 管他的 他爱去哪去哪 再譬如说 德儿三岁时 跑到养心店 老师的办公桌上 冲着折子撒了一泡尿 老师也不气 说 大了就好了 现在小 憋不住很正常 后来德儿非要跟着老九学生 天地良心 这真不是康熙设计的 老师 谁知道两口子却处不拢呢 和八字的时候 明明显示的是情色和明啊 看来这八字还真不可信 后来蒙古对大清越发依赖了 大清对蒙古的控制也越发得力了 康熙不担心蒙古生出幺蛾子了 就委婉地告诉洪轩 其实那人吉娜可以复活的 有人质疑 了不起就说这是一个奇迹 那只洪轩却告知 那人吉娜的儿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 康熙当时郁闷极了 都说男子薄信 其实这女的也没有敲出奸针在哪儿的 瞧吧 洪轩虽然嘴上不说什么 心里肯定是苛诚的话 要知道 当初听到那人吉娜出事 洪轩可是急吼吼的 就将洪力这个破坏分子给派去蒙古了呢 因此 尽管洪轩一再强调 他和那人吉娜就是朋友之情 康熙却是打死也不信的 没打死 那是更不信了 而老实呢 就不说了 已经成了用情专一的典范了 十四也是个闹钟 几十年了 就是放不下那个圆脸的阿如纳 十三嘛 对地附近也是很宠的 而其他几个儿子 也都是在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 深深地偏宠着某一个女子 只有九二哥是个奇葩 由此以后 康熙再也不说九二哥风流了 这可是爱心觉罗家的稀有品种啊 得好好保护啊 九二哥不光对女人不长情 对侄子也一样 最开始天天和红轩热乎 后来就移情到了红利身上 再后来又对德儿掏心窝子了 但是他竟然一直对老十不离不弃 真不知道他是哪根筋给搭错了 或者老十的魅力实在是大的不可抵挡啊 是啊 老十当皇帝了 九二哥受益匪浅 成铁帽子王了 儿子们一个个都得了不小的爵位 女儿在婆家也过得特滋润 一大家子走到哪儿都疯狂 但是最最开始时 老十可不是个当皇帝的料碗 日后就已忠实 而九二哥竟然就一步一驱地 跟在老十屁股后面 给老十收拾了多少烂摊子 得罪了多少人呢 他竟然都没烦都没怨 还那么无怨无悔的 而老十呢 对九二哥说 书翻脸就翻脸 为了他那蒙古媳妇 竟然和九二哥写绝交信 而九二哥呢 竟然不觉得老十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还巴巴地想法子 去讨好老师 一飞知道后 愣是给气得好几天 都没吃下饭 康熙自己倒没气 这是奇怪 一飞那么精明的人 怎么就养了九二哥 这么个傻子出来 说起来 老九应该和老八更铁才对呀 虽然老九热衷商骨 但好歹也算是文质彬彬的 和温文尔雅的老八 欣欣相惜 才算是正常不是 但是老九虽然对老八也很好 但明显比不上对老十啊 这一点 你也人都知道 真不知道 是怎么和 莽夫般的老十神交的 后来康熙总算知道了 奇葩就是奇葩呀 是从来发生了